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啊 那这一段节目当然要跟我的好兄弟 长布林主播一起来聊聊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月的美国职帮大联盟咯 天使队今天我们刚才前一段新闻有报道 天使队放进让渡名单的五名球员 四个人都被其他队捡走了 包括被红人队捡走 被守护神队捡走 天使队今年这样的一个战绩 先是挖空他们的农场来进行交易 现在又把交易来这些球员 等于说是无偿让出变成了Air空气了 长布林要不要笑他们一下 笑是不能笑的 但是我想天使队他们在8月1号的交易截止 其实大线之前考虑了非常久 就像下围棋一样长考了非常久 最后终于当了买家 但是无奈天使队终于开发出 第101种输球的方式 在8月份的天使队真的是少了天使守护的球队 那当然天使队今年我们常常讲说 输球的101种方式 进商兵的101种方式 天使队今年商兵也是颇为可观啊 确实 那好了就先不讲天使了 我们先谈谈美联西区好了 哇现在美联西区在整个8月份下注水手队 拿下他们队史最佳的21胜 创下队史记录 现在美联西区是水手队当老大 不过太空人游记兵我觉得季后赛的竞争力还是存在 确实没有错 美联西区目前三支球队彼此之间的胜场差距不到一场 最多只有一场 这是自1969年还有1980年国家联盟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这三支球队剩下最后的31天当中 水手队跟游记兵队都要打29场比赛 就是他们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 太空人队他们要打27场比赛 不过我们从赛程当中来看看还是有点蹊跷的 那么在水手队开始 从9月1号开始就要先连续打10场的课场比赛 哇我觉得这个对水手队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水手队要想办法能够过这个10场的课场比赛 才能够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最后三个系列赛对水手队来讲是最大的考验 因为他们分别要对上游记兵队 太空人队然后再对上游记兵队 所以总共这三个系列赛当中 有可能决定最后谁能够在美联系去当王 那么在最后的29场比赛当中 水手队有20场比赛要碰上至少5成胜率的球队 我觉得对于水手队来讲就是色3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现在水手队为什么能够在8月份打出这么好的成绩呢 当然是Hulio Rodriguez大有关系 他在8月份的进攻指数是1.198 整个大联盟至少100个打数的打者里面他只输给一个人 那就是国家联盟的MVP人选之一Mookie Betts 而至于在太空人队方面呢 31天要打27场的比赛 这个我想相对来讲他们在赛程上面是比较轻松一点 太空人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带着5连胜的成绩 进入到9月份的比赛 这个对太空人队来讲是另外一个利多 要不然太空人队在5连胜之前 其实在战绩上面也不是非常理想 那么在这27场比赛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们在队上游击兵队跟队上水手队的比赛 分别只有3场 所以其他21场比赛里面都不会强迫到 跟他们在胜部上面有很高对价的关系的球队 而且太空人队在这个赛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 对上运动家跟黄家总共有9场比赛的交手 软柿子来了 非常软 因为他们都是在各分区垫底的球队 所以我想对于太空人队来讲 再加上15场的主场的比赛 27场里面只有12场要打各场 这个对太空人队来讲是好消息 那游击兵呢 游击兵最近的这个状况 整个8月份好像有点疲软 确实是有点疲软 游击兵队他们曾经在6月23号的时候 领先分区来到6场半 但在8月16号之后 游击兵队好像整个球队变成了另外一支球队的感觉 我们现在从投手方面来看看 8月16号之后游击兵队投手群的投手自责失分率 大流排第22 5.05 这个投手自责失分率是偏高的 而至于野手打击的部分 8月16号之后 2×68打击率 3×38的上累率 还有4×54的常打率 他们在经过调整之后的制造得分的一个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 是挣115 但是他们得点圈打击率在8月16号之后 只有1×59 这个有点像是上半季的教士队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三支球队来讲 我想有可能最后再能够站上美联系区王座的 应该是太空人队 那么选手队很有可能会跟太空人队 今年首牵手进入到季后赛 不过对于游戏兵队来讲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交易截止日期大线前最大赢家 如果没有进入季后赛 我觉得太可惜了 对 那刚才常不宁跟我们深入分析了 目前在美联西区这三支球队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我要跟不宁讨论一下 今年让人失望的球队也不少 除了一开始讲到天使让大家都失望 让大股响皮也失望 让队长McTrout 尊语也失望 但是纽约的两支球队呢 杨基大都会 哇 大都会是今年整个大联盟薪资最高的球队 但是在交易截止之前是扮演卖家 那杨基现在好像也没有季后赛可以打 对 这两支是不是让人 球迷最失望的豪门球队 我觉得除了这两支球队之外呢 另外还有教师队 曾经号称宇宙教师队的球队 加上刚刚亚里提到的大都会跟杨基 这三支球队呢 在今年开季的船队薪资上面 是排名前三名 大都会第一 而杨基队第二 排在第三就是教师队 但是呢这三支球队的表现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理想 上半季野手的得分啊 在大都会队这一方面 他们得到582分 整个国家联盟东区 仅仅只有国民的580分比他们少 另外一个大家对于大都会队的 想得到的就是大都会队有两个做三忘四的投手 一个是Max Scherzer 另外一个是Justin Verlander 都卖掉了 而且大都会在这两个投手身上花的钱还真不少 但我们看看他们上半季 投手群的投手自责失分率 4.40 在大联盟当中只排第20名 整个国联东区 他们也只比国民队好 这个我觉得是大都会队不可承受之重 大都会队在今年花了这么多钱 但投打两方面都失调 我觉得对于大都会队来说 他们的老板能够在 应该说是交易解释率大线之前 壮士断碗勇敢杀出 我觉得跟他现冲的一个背景 可能是应该有点关系的 那讲到纽约洋机队 洋机队这两天大家其实也看到 把Harrison Verde放进到让渡名单 对 Verde还是透过休息室比赛之前的 ESPN的新闻才知道自己被DFA了 洋机队今年到底是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洋机队今年呢 我其实在今年球迹当中曾经提到过 洋机队今年的战绩 跟Aaron Judge的表现一定大有关系 Aaron Judge因为踢了卡车进出的这个门 伤到他的脚趾之后 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回到球队的阵容里面 可是来到8月份 Aaron Judge的打击表现呢 他只有一成98的打击率 9支拳打14分打点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一个打了9支拳打的打者却只有14分打点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你每一打1支拳打就一定有一分打点 他在9支拳打当中只有5分打点是透过垒包上面 有人的情况 对所以表示洋机队其实在上磊能力这方面表现的并不是很理想 洋机队除了这个之外呢 上半季他们的得点圈的打数仅仅只有617次 是大联盟最少的 得点圈打数只有617个 而且他们得点圈打击率2成46 还比下半季的得点圈打击率2成03来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洋机队在打击方面表现的确实不是太理想 还好有Garriko 如果没有Garriko的话 这支洋机队今年 恐怕为洋机队求命 麻烦了 Garriko也是当然今年每天赛羊奖的一个热门人群 我们花一点时间再来讲一下教师队 最近打笔球又受伤了 教师队今年这么豪华的阵容 为什么没有办法在整个国内戏剧来挑战到齐队 我觉得教师队在上半季就已经出现了得点圈打击卡弹的一个问题 上半季他们得点圈的打击率是2成26 是整个大联盟30支球队当中最差的一支球队 而投手方面上半季的投手自责是分率3.78 其实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来到下半季的4.01 事实上都可以赔在大联盟前10名 由此可以看出教师队其实在这个豪华打线 今年加入Zander Burgas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出他应有的一个效能 我觉得这个是教师队今年球季 打到目前为止让大家比较失望的地方 好这个单元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谈一谈 今年两个联盟最后这一个月打完热门MVP 当然每年不用讲了大股响平应该是众望所归 国联MVP这边常主播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Rano Acuna Jr.真的可以拿下国联MVP吗 我个人认为他的机会非常大 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8月份打得相当好的Mookie Betts Rano Acuna Jr.今年呢 他刚刚完成了三十六十 至少打出三十支拳打至少六十次到底成功的表现 很恐怖的这样一个表现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对于勇士队的一个帮忙 在于勇士队今年的第一局 直接把压力丢给对方 他们是最厉害的 Mookie Betts不遑多让 Mookie Betts他的整个投手在面对他的时候 8月份真的不晓得该把球投到哪里 因为他8分才打得太好了 今年已经打出三十六支拳打 已经上看到百分打点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Mookie Betts他的表现 当然是跟Acuna Jr.相比绝对不逊色 但是我觉得以对球队的贡献来说 我觉得Acuna Jr.可能要比Mookie Betts稍微略胜一球 不过今年的勇士队这个长达活力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恐怖 对勇士队今年感觉上已经化身全队全雷塔球队 真的每一个人都能打全雷塔 那当然讲到洛杉矶到齐队他们在8月份 单月也拿下24胜 是他们从布鲁克林搬到洛杉矶之后 最佳的这个单月的一个胜场数的一个成绩 对那我们讲到这些强队之后 那常骨灵要不要在最后给我们做个总结 你认为在最后这一个月的例行赛 有没有哪一些黑马球队最后串出来 可以拿下季后赛的一个资格 我觉得当然还是要看国家联盟 响伟蛇队 马铃鱼队 另外还有红人队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在最后对外卡 来做最后一波的冲刺 不过比较这三支球队 不管是他们在今年例行赛当中表现 剩下的赛程各方面 我觉得响伟蛇队可能比较起来 机会还是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对于马铃鱼队跟红人队来讲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红人队 红人队今年开始要慢慢收成了 但今年的12连胜确实让红人队 以及红人队的球迷看到了 大红机器好像要开始运作了 但是来到了球赛的尾端 他们整体的团队进攻指数的下降 我觉得对于今年例行赛尾声的红人队来讲 恐怕并不是这么有利 而马铃鱼队今年在面对到 同样是国联东区的对手当中 成绩并不理想 15胜21败 可是不巧的是 他们在最后一个月有16场比赛 要对上国联东区的对手 这个成分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马铃鱼队恐怕在今年 也没有机会进入到季后三 其大家也有 USC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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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